大家好 我是陳國強 歡迎大家來到我們中電的電力廚房 這次我教大家煮粟米斑塊 這是我小時候都非常喜歡吃的 起碼送幾碗飯 因為粟米汁我非常喜歡 這次我買了一些真的斑塊 一般來說我們都可以在超市買一些魚柳 回來做也行 我們就放少許鹽、糖、蛋青拌勻之後 我們放少許油 這次我想炸出來的效果更加好 我再加少許蛋 先拌勻 好了我們現在等它的油慢慢熱了 記住不要想太厚 想薄一點就可以了 我多數會放一塊 一至兩塊在旁邊 為什麼呢? 我想炸出來的效果 時間大家都差不多 就很漂亮了 我經常跟大家說 炸東西千萬我們放進去之後 不要馬上拿去 攪散它 因為炸東西先讓它定了一些形 我們可以這樣做的 把它拌一下拌一下 你感覺到它慢慢鬆開 不會黏在一起 我們先拿筷子 把它慢慢慢慢隔開 這個小朋友我覺得 很喜歡吃的 為什麼呢 那個粟米的汁 他們也喜歡 炸東西 小朋友特別喜歡 炸東西 好了開始慢慢變金黃色了 大家看到嗎 如果粉漿上得太厚 其實我們淡淡都是粉 我就沒有意思 好了我們把它慢慢 一塊一塊地夾上來 炸東西 怎麼可以做到減炭又環保 我建議你把家裡轉為這個全電家居 用電池爐煮食 廚房環境不熱 冷氣也少開一點 那就減炭又環保了 接著我們可以放些什麼呢 放些清湯 接著我們就調味了 大約是半茶匙的鹽 少許的糖 接著我們就放廚酒 接著我們就放粟米 等它滾了之後 我們才能打芡 一般來說我都會清潔一下我的工作桌 因為為什麼呢 在廚房當然有 但是如果摸下去 又燙手 又燙到自己的 你一定不會這樣去擦 所以電池爐的好處就是 熱點在中間的位置 就不是在旁邊的位置 所以 非常安全 滾了之後 我們就調一調三粉碎 三粉碎我多數都是 一個用匙羹 就慢慢 在鑊裏面 轉著它 因為為什麼呢 熱力在這裡 它很容易凝固 這個 那個芡 我們要緊一點 如果不然 出來就會湯湯水水 接著這個步驟很重要 這個步驟 我們先放一點油 先放一點油 接著我們就下蛋了 接著我就不動它 因為為什麼呢 令到蛋 馬上熟了之後 我們才 轉開它 出來的效果 就會很滑 接著我們就要加一點油 因為加了油它會更加滑 好了 接著我們淋上去 如果我們將斑塊一起倒進 粟米羹裏面 我們的斑塊會怎樣 會爛開 還有為什麼呢 它有那個水分 就很容易淋了 現在我們淋上去 待會我們吃進口 那個還會有脆脆脆的感覺 好了 我們的粟米斑塊就完成了 用了電煮食之後 家裡開始便宜了 省回來的錢 就可以用來買美麗的食材 獎勵自己和家人 可以用來買美麗的食材 想用電煮出更多好菜式 大家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我希望你會變成歡迎 �底部 ,但你們會不會這樣 Reaper 我還是有多好菜式 或是縱 tuna 我還是你不喜歡的 أو